Hello 每日八卦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韩九诺 在《冰糖顿雪梨》中饰演张岳薇 其实第一次看原著小说的时候 我认为张岳薇真的是一个 表里不一的这么一个姑娘 其实她外表给人感觉总是冷冷酷酷的 然后难以让人接近的 但是她内心一定有她火热的一面 还有她不为人知的一些小秘密 还有小害羞 一些女孩的小心思等等等等 所以我希望我塑造出来的张岳薇 能是一个优血有肉的 好像就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朋友一样的人 相同就是都是女的 但是不同就是太多了 就差距挺大的 我觉得性格上还有外观上 还有包括为人处事 说话方式 说话语气 都非常非常不一样 要是一个小的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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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蜜 热血 高燃 梦想 你觉得自己是什么节奏的做个快吗 我觉得 其实这个要从两种意义上来说 一个是别人看起来 一个是你自己感觉到的 我认为其实别人看起来 我熟悉角色还挺快的 但我自己心里知道 我知道要笨鸟先飞的话 我一定要更早 更提前的去做按照工作 然后我会更早的去进入一个前期准备的过程 然后做充分的心理建设 这样才能更好的 更充分的了解角色的精神世界 和它合而为一 看过原著小说的 当时就是带着洋溢着一脸幸福的微笑 看完整个小说 然后电视剧改编的 其实主体情节没有太大改动 但是有增添了很多新鲜的元素在里面 也给这部剧增加了更多的看点和亮点 还有多元性 有趣的事情就是拍冰上的时候 我们各种摔啊 然后包括前期训练的时候 大家都是每天就数不清摔多少个 数不清摔多少次了 然后每次大家第二天见面的时候 就会互相问候对方的身体的各个部位 嗨 你的胳膊肘还好吗 我的胳膊肘还可以 你的腰怎么样 我的腰也还行 你的膝盖还好吗 你的脚还好吗 就大家都是各种问候对方的身体部位 我们先跟其他人一起来 我们能做的感受怎么样 非常非常非常的愉快 然后非常的舒服 然后我觉得大家就真的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都亲切地称呼 我们剧组的所有的人为 冰糖大家庭 还有一部剧永迈金的体会和感受 最大的感受应该就是我体会到了什么是体育精神 什么是短道素滑精神 什么是不放弃 什么是勇敢地去追梦 其实这个就是通过前期充分地心理建设 然后充分地做功课 其实做功课这个分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 你首先要从自己曾经所有看过的电影也好 电视剧也好 所有的影视剧作品里面去搜索 去寻找 感觉上气质类型 相似相符合的角色 然后你慢慢地去参考 慢慢地去找 然后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你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的成长经历当中 有没有遇到过身边有这样的人 亲人也好 朋友也好 也可能是 只是有一面之缘的一个陌生人也好 你去把这种角色的素材 搜集起来之后 在你的心里建立起来一个 初步的一个模型 然后你再去往这个模型里面 慢慢慢慢地添入 觉得这样的话 角色会越来越立体 然后最后才会在心中扎根 小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太多概念 什么是演员 什么是表演 小的时候就是 我记得我大概三四岁的时候 那会儿就看春晚 看那个本山大叔 还有宋丹丹老师的小品 那会儿就 恨不得三十晚上看完之后 第二天初一初二就开始自己 在那儿演上了 一人分尸两角 或者我跟我哥 两个人在那儿演 就从小比较有表现欲 然后一直到 在舞蹈学院 第一夜前夕 然后突然之间明确了自己的热爱 所以就毅然决然地学了表演 演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且带给人们能量 带给人们力量 而且非常辛苦的一个职业 就他很多的辛苦是不为人知的 然后他往往展现给人们的是 他们想要表达出的那一面 其实演员是活在面具下的一群人 对 疫情期间我在家学会了做饭 然后虽然都是很简单的 然后每天坚持健身 然后每天打扫卫生 看看书 看看剧 听听音乐 觉得挺充实的 比较喜欢爵士乐吧 爵士乐 然后电影的话就范围比较广 凡是好看的我都会去看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应该是 我性格上有一个转变吧 因为以前的我不太不太敢说话 然后也不太知道该怎么跟陌生人打交道 就是特别特别害羞 特别特别内向的这么一个性格 然后曾经有人说过 说我这种很内向的性格 不太适合从事演员这行职业 然后后来我逐渐的 当然也也没有完全改掉 因为人的本性是很难彻底去改的 我只是找到了一个很适合自己 并且也能让自己适应这个行业的一个模式 然后再用自己的方式 特立独行也好 坚持做自己也好 我觉得只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其他的一切难题都不是难题 有没有感觉你压力大 有没有压力大 有没有压力大 有 我每次说我压力大 他们都不相信你一个小孩你有什么压力 我真的会经常有压力 然后我每次压力大的时候 给大家安利一个办法 就是看动画片 我每天都要在家看动画片 真的 就蜡笔小新 哆啦A梦 樱桃小丸子 循环播放 就真的非常非常自压 生活当中 我就是属于比较 比较崇尚自由 随性 放飞自我 就不太在意一些细节 就是穿着打扮 包括 什么发型化妆什么 就不太在意这些 我就觉得怎么舒服怎么来 然后 比较喜欢自己在家待着 看了电影 听听音乐 挺好 好 兴趣爱好 练练吉他吧 想要谢谢你们 真的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喜欢如此可爱的我 然后 也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能够包容我 然后喜欢我所有的样子 然后我想对你们说 无论未来如何 我们互相陪伴 一起走下去